繃带人字形包扎法 绷带人字形包扎法 先用无菌敷料覆盖在肘关节伤口上 握住绷带,卷心朝外 将绷带环绕肘关节两圈 再将绷带向上绕一圈 再向下绕一圈 反复缠绕 最后在上指处缠绕一圈 拉起肢体外侧的绷带一角 将剩余绷带塞入 或者剪断用胶部固定 并检查血液循环情况 绷带人字形包扎法 还可以用在以下情况 如西部的外伤 竹部的出血 竹筷的扭伤 有时包扎本身就有直血的效果 比如皮肤组织损伤造成的毛细血管出血 可以使用创可贴止血 或稍微压迫止血 也可以使其自动凝固止血 但对于由血管损伤 但对于由血管损伤引起的动脉和静脉出血 靠单纯的压迫包扎伤口 往往不能达到止血的目的 所以外伤包扎必须以止血为前提 如不及时给予止血 则可造成严重失血 休克 甚至危及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